大家好 前幾個月朋友送了我一盆白掌 最近發現花盆快要被撐爆了 今天剛好有空 就把這些白掌分開來種植吧 白掌喜歡疏鬆通氣排水性好的土壤 所以我準備了一些配有珍珠鹽的種植土 另外再給他加一些曬乾的雞蛋殼 增加土壤的透氣性 把雞蛋殼搗碎之後加入泥土中 輕輕的攪拌讓它們混合均勻 現在我們來脫盆 先輕輕擠壓花盆外部 這樣比較容易脫盆 白掌的根系非常發達 我們在分珠的時候 雙手拖住根系 用大拇指輕輕的往內摳 同時向兩側掰開 抓住底部慢慢的往外拉 分珠的時候動作要輕 盡量不要傷到根系 接下來就是把每顆分珠下來的白掌 種在新的花盆裡面 這裡花盆的大小取決於分珠下來的尺寸 一盆白掌 現在變成了五盆白掌 讓花卉的生命得到了延續 這也許就是很多人 喜歡種花養花的其中一個因素吧 最後一步就是澆水 第一次澆水最好要澆透 白掌喜歡生長在有閃光通風的地方 只要平時保持土壤微微濕潤 每月四倍一次就可以讓白掌長得非常旺盛 好了 這次的視頻就分享到這兒 希望大家喜歡 下次見 下次見